大家好,歡迎收看的視頻 馬次隊用作員籤選擇中了Wen Bam Yama 雖然沒什麼驚喜,但說了整季 事情終於實現了 不知道馬次球迷現在心情如何 朋友就提議說 不如用Wen Bam Yama 代替鄧肯 從97年開始模擬他的生涯 這個想法不錯 所以我就選擇了非人時代 然後模擬到97-98賽季 就看到狀元Wen Bam Yama 已經是陣中 當然這個樣子就不是MT入面的99總評 Wen Bam Yama 單機模式沒得用 Anyway,83總評算合理 明年2K24,不是明年 未來2K24可能都差不多 暫時他的能力內線得分是A 內線防塞是A 其實他的內線防塞是不是真的A這麼厲害 我講現實,這個我有點質疑 藍版是A,體格是A-潛力的話 當然就是A加 我就盡力還原當時馬次的陣容 當然有些球員沒有版權也沒辦法 看到有海軍上將大衛羅賓遜 Sean Ellett 入選過全明星 Chuck Persson Willie Burton 小將軍Avery Johnson 前太陽的主教練蒙迪威廉斯 都在 另外就有很多假人 當然有些不是假人 但總評的話就比較低 接系當然就交給電腦自己模擬 陣容肯定有變化 但是有幾個關鍵的節點我要還原這個名單 第一就是2001年選中了 東尼巴加 第二就是2002年贊勞比利加盟球隊 第三就是2001年的選手大會之後 交易換來麵攤佬 這三個節點我會盡量還原名單 其他就交給電腦自己發展 這條影片的工作量絕對不少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點點贊 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模擬了 好了 第一個賽結束 Wambiyama是最佳新秀的 25.2分 9.8分 2.3個助攻 鄧肯的新秀賽季也是最佳新秀 而且他還入選了All-Star 而且他入選了一陣 Wambiyama也入選了All-Star 但是就入選二陣 差一點點 我看到他新秀賽季單場最高分是51分 僅次於AI的52分 其實都夠恐怖了 暫時他覺得很振奮 帶領球隊的成績 46勝36 其實很多隊伍都是46勝左右 要考慮到小分區排名 最後馬次隊是分區第6名 反正都可以打過後賽 Sean Elliott是發爛差 可能小前風這個位置多了一點 大衛羅賓信就32歲 14.2分10.1個版 你看這個數據就知道 Wambiyama接過了馬次隊的大旗 大衛羅賓信之前去哪裡打球就跟我們沒有關係 所以第1回合的對手是3號種子的單罰金塊 在這一陣容我們看到Adullaru和Larry Johnson 還有Shaquio O'Neill 這個新秀賽季拿一下經驗 Wambiyama是大前鋒的位置 不是對位的 沒錯,拿一下經驗1比3被淘汰 所以Wambiyama的新秀季後賽賽季是26.5分 8個版2.3個助攻 打得不錯,值得期待 接著來的第2個賽季 來了,入選了一陣 是生涯第一次入選一陣 不過看回數據的話 其實跟上個賽季差不多 有1.9分9.7個版 總評上將得不是太快 這個賽季的陣容變化都不少 簽了Servaios 應該是交易換來Servaios 但現實他都入選過一次All-Star 長均有15.2分 Chup Perser在這裡 剛才上個賽季講到Sean Elliott發煞爛爪 所以就沒有續約 另外這個Shanel Anderson 接著有Bob Sura 這些都是新隱瞞 大隊是65勝,分區第一名 這個是98-99賽季 鄧肯就是這個賽季奪冠 當然現實這個賽季是縮水賽季 遊戲不存在 第2回合的對手是猶他爵士的卡爾瑪龍 過了 好了,又是丹佛金快 陣容方面 Chakir O'Neill 都還在 Adora O'Leary Johnson 亦都還在 上年就是輸給丹佛金快 可以成功報仇 真是第2個賽季 殺入Final 我們肯定要看一場賽季 見到Olandor Mausser這邊 還算OK吧 總評不是太高 金左手Chris Moulin 在 我們看到大Z 都在 我覺得第一個總冠軍要到手 Rambam Yama Final 儲子獸 30分 12個版 第2場 繼續贏 Rambam Yama 35分 14個版 It's over now 2比1 第4場 金左手21分 Rambam Yama 24分 天皇山之戰 3比2 Game 5 Rambam Yama 29分 8個版 OK GAME 6 我們SIM CASE 是不是這麼現實 鄧肯奪冠 你又奪冠 你又是 哎呀 贏13分 要入場剪多一些highlight 給大家看 哎呀 這場 9中4 11分 不過我相信如果是贏了的話 FMVP不要走 好了 來到現場了 看到92屆的探花 Cristianana Pose up Rambam Yama 文老師拿著葉 再上 再文老師拿著葉 2米26的身材 你怎麼空 接下來了他不服輸了 哎呀 其實這個真的是雙block shot 這個內線雙塔太強了 大概休息了兩三分鐘 第四節一開始就出來了 哎呀 很簡單的Pick and Roll 對著Chris Moonen 完全有身材優勢 不過接下來了 這個Point Guard Bossura就自己加氣了 連續有幾次的低級turnover 不但還要自信 悶悶悶 這個三分球就炒粉 所以Rambam Yama 暫時進攻的機會不算太多 戴Z的勾手不進 之後這次反應的機會來了 Rambam Yama 這個壓力全都很差 但是Rambam Yama 座樽不用跳 然後這邊很輕鬆 這個座樽實在太輕鬆了 Christianana 不服輸 你有什麼不服輸 2米26的身材 你還要攻他做什麼呢 我都看不下去了 好像拆數據一樣 戴羅賓順單打給第四個Blog Rambam Yama 又有藍版 Christianana說 我繼續不服輸 你輸掉了 你做人不要這麼硬 你也沒辦法了 看一下慢鏡 你先跳吧 Rambam Yama 不用跳 進場輕鬆鬆 5-6個Blog Chris Mooning 3分 不進 Rambam Yama 收下一個板位 我自己來了 沒有人敢騙他 可能怕被他格扣 輕鬆上纜 他還要自己推這個轉換的進攻 是不是要命呢 戴蝦勢 不要下手了 這個身材沒得騙 然後接Aliok 輕鬆座樽 然後單打第二石 第二石說我2米2日 誰救我高 Rambam Yama 說 我救你高 我高你5米 所以第六場比分101比84 跟鄧肯一樣 第二個賽季 Rambam Yama 大隊奪冠 賽後這個班長儀式出了一個Bug 我想說的 哪次這個教練不是普波維治 我從非人時代開始玩起 我找不到普波維治 沒辦法的 大衛士端班長 Rambam Yama 跟鄧肯一樣 拿了FMVP 你們兩個真的很像 賽後也看到Rambam Yama 這個Final的數據 28.8分10.2個版 回到以前的連台 三分波射得差一點 其實都沒有所謂 很順利 冠軍拿了FMVP拿了 MVP第三個賽季都拿了 29.8分11.9個版 要不要挑戰DPOI 應該挑戰DPOI 65勝 好像上個賽季都是一模一樣的成績 大衛羅賓順還在 石巴玉還在 這個是Toni Smith的樣子 好像Roberto Ori 好像Will Smith的 湯哥哥 Liotta 上個賽季已經在陣中 92年的第四順位 然後Shannon Anderson 還在陣中 然後Scott Pollard 也在陣中 這個是真人 然後Bob Sura 還在陣中 我覺得就輕鬆衛免的 不用看 太輕鬆了 輕鬆到鬼 第四項的對手 Shaquire O'Neil Shaquire O'Neil過了 廢城七六人 還有Mashburn Michael Williams Carrie Kittles 這個陣容真的不錯 但是在Wan Bam Yama的統治力下 大衛羅賓順 差點想說大衛羅賓順 這場球是Wan Bam Yama 25分 O'Neil 23分 第二場球 2比0 Wan Bam Yama 26分 12個版 第三場球 Shaquire O'Neil 34分 太輕鬆了吧 3比0 即是 如果比分接近的話 我們入場 我想看看Wan Bam Yama 處理最後時刻的表現 3比0 即是我不半場入場 太誇張 領先太多 這場球的話 有沒有機會 可以 最後2分53 我們看看Wan Bam Yama 如何處理 41分10個版 好,來到現場了 第一次進攻 拉開架勢 Wan Bam Yama 面對著鄧肯同屆的Crusher 非常輕鬆的突破 然後坐樽 接著Willie Burton 這個球沒時間要自己射 這位馬次的球獎 去了廢城七路人 面對舊主 好,馬次這邊進攻 試一下Bios的轉身 再轉多一下 好心的位置 傳出來 Crusher偷不到這個球 Wan Bam Yama 中他 招數確實很多 然後Crusher 這個Step Back 中距離 命中難度很高 好,這次的進攻 Bob Zura分出來 射Bios 沒有射到3分 轉身 怎樣呢 一撲一撲 硬射不入的 自己抹乾淨的屁股 有藍版 傳出來 Tony Smith Fiddleway Yama 這次選擇Fiddleway Come On Man Too Easy 各種的手段都有 藍版他又搶到 Brosho 他又有 不能打了 好,這邊Crusher原來有傷 有傷 你還要單打Wan Bam Yama Come On Man 問老師可在意 不過奧尼爾有藍版 找乾淨的屁股 好,最後一分鐘的比賽時間 把球交給Wan Bam Yama 不要說太多了 Bob Zura又來了 這傢伙又開始加氣 輝城這邊的反擊 Michael Williams 還要抓到Bob Zura的犯規 他真的加氣了 Michael Williams 剛才上罰 兩罰全中 或者這邊 給了石巴尼爾 中距離出手命中 都真是偽高人膽大 整次將高位 Bam Yama 根本上沒有打擊球 可不可以安排一個 Shaqiu Neu低位鋪生的戰術 當然現在是落後緊的 有力 不要再問老師可在意 Michael Williams 這個內線上塔太離譜了 你怎樣爆進去 Michael Williams 這次說 假設是珍傳給奧尼爾爾 而自己上 Wan Bam Yama 的brush 唉 It's over now 2K這樣的遊戲 2.26米的球員 真的玩夠了 底線球還有幾秒 這裡顯示 大中顯示1秒 但是我懷疑是1秒 對 根本沒有1秒 這次防守 基本上就殺死比賽 再看多一下 奧尼爾爾沒有時間 硬拋頭 Wan Bam Yama 一巴掌握出去 所以第四場球 我給回122比116 Wan Bam Yama 帶領馬切隊 4比0 橫數奧尼爾爾 帶領快城出道人隊 成功奪冠 好沒有懸念 FMVP也是Wan Bam Yama 這個開局比鄧肯更順 3個賽季又有MVP 還有2個FMVP 所以第2個FMVP Wan Bam Yama的數據是32.3分 10.5個版 3.8個block 有56%的表格 差不多56%的3分波表格 It's over now 第4個賽季 沒有懸念 30.1分 12.2個版 第2個MVP 唯一懸念 DPOI還是拿不到 帶到第一名 66勝的戰績 陣容方面 戴衛羅賓遜 87總名 35歲 還有Denis Gard 應該是這個賽季 已經簽回來了 接著是交易 換來Laman Murray 送走了Tony Smith Bob Zura 還在陣中 這個Michael Smith 也是優賽期 簽回來 所以Wan Bam Yama 大隊還在打同攻 第4個賽季 已經要挑戰3連冠 Michael Jordan 也跟他爭一段 好離譜 好輕鬆 季後賽是完全沒有什麼驚險的地方 好輕鬆 3-1 4-1 好輕鬆 咦 Michael Jordan 對 在遊戲中 可能打到現在已經退休了 而且都不會說 加盟無私的東西 卡達叔 Larry Johnson Alton Brand 這個陣容都不差 哎呀 3名冠 Wan Bam Yama 42分 16個版 第2場球 1-1 卡達叔 是Larry Johnson 拿了41分 第3場球 2-1 Wan Bam Yama 36分 第4場球 2-2 Larry Johnson 繼續發位 第5場球 3-2 Wan Bam Yama 23分 所以這場球 我們SIM CASE 衝擊3連貫 暫時的比分還比較接近 這場球 有沒有機會最後時間再入場呢 不用了 不用了 所以各位觀眾 還有第4場球 第4場球 Wan Bam Yama 大隊 3連冠 3連FMVP 還有2個MVP 你這樣搞 我還要什麼東尼帕加 還要什麼贊龍給你 你自己玩完 好了 接著 01-02 比賽季 第一個節點來了 我都說我會盡量還原陣容 Tony Parker 選手 加盟球隊 還有Steven Jackson 還有Steve Smith 還有佛山龍 已經見 寶雲都來到陣中 大衛羅賓順 游箱裡面還有一點點油 又這個陣容 會不會正確 劍指10連貫 另外Antonio Daniels McNeil Rose 等等的角色球員 我都是盡量還原 盡量還原 當然有些球員 是沒有版權的 挑戰10連貫 但是這個賽季打到2月尾 我發現成績不太對路 30勝25分 分區第6名 什麼回數呢 看回陣容 原來大衛羅賓順這個賽季 其實是傷了一段時間 阻塞關節 重度扭傷 再加上 模型結合這邊 發爛爛 看來都不是吃硬 這個賽季 不是一定可以4年冠軍 而且我還留意到 有一隊球的陣容 是離譜的狀態 就是多人多速龍 比納斯 路易斯基 還有Ray Allen 3.90加 塔賓當然年紀就放在這裡 他就逐漸下滑 但是這3個人聯手 好像Ram Bam Yama 帶領的馬翅 都不是無敵 雖然球隊有點動盪 但是第5個賽季 Ram Bam Yama 還是MVP 已經是3年MVP 我都說挑戰就是DPOY 結果他都拿了 可以說是全滿冠 當然 剛剛說到 是有點動盪 46勝 這個賽季分區第4名 看到現在 寶雲還是發難差的 Steven Jackson 是有傷 新秀 Tony Parker 13.9分 6.9個助攻 似乎是迎來了挑戰 這隊速龍 只不過是第4 剛剛那個陣容 說到這麼恐怖 所以今年Ram Bam Yama 可不可以帶隊4連冠 各位觀眾 搶7 輸了給鳳凰聖太陽 這場球 只有19分 鳳凰聖太陽陣容 說這次真的是老對手 嘩 給點掌聲給AI 這個陣容 一般 莫文慧在這裡 街坡王 艾斯頓 陶告老 總評都不是太高 艾媽 有打的 可能是打一下打一下 有傷的情況 他應該之前幾場球是有打的 我們從Game1開始看就知道 有 之前幾場球是有打的 所以這隊馬切都不是說 哦 那 這個賽季確實是暖了一點 好了 接著就是0.2 0.3賽季 贊勞比利 也是來到陣中 大家不用擔心 他開始打NBA這個年紀 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推遲了他的巔峰開始年齡 除此之外 Steve Kerr 居爾教練 亦都在 Speedy Claxton 亦都在陣中 好了 正式開啟 這個 這次不是GDP 這次是GWP 怎樣 上個賽季就不要按奪官 這個賽季拿回 看來最近兩季真的不太順 三年MVP的WAMBAMYAMA 第六個賽季比高比捷舞 高比是LVP DBO YWAMBAMYAMA 就拿了 他也是入選了一陣 戰績是44勝38負 說到你的陣容是強大了 東尼柏加長均14.4分 新秀讚號給你12.3分 寶雲又犯爛 是不是你 你犯爛爛 現在隊伍這麼多明星球員 你不是安安分分 做角色球員都沒有所謂 排在這隊馬翅前邊的球隊 69勝 MVP高比 沒錯 有個Westbrook 這個假人 高比聯手奧多 OMG 2K寵宜 當哥26.3分 那就很合理 灰熊是52勝 這個陣容一般 東部這邊55勝是第一名 騎士55勝 皮亞士大隊 這兩個賽季不是太順利 所以第一回合面對著鳳凰城太陽 上一年 對 就是被AI淘汰 就是這隊鳳凰城太陽 好像莫文衛和圖高佬的總評有上升 沒問題 以下扮上的 好 來了 這個Match Up有點精彩 慢慢來 第一場球輸了 寶比加奧多 拿了差不多80分 MVP35分 第二場球 0比2 嘩 最佳拍檔 當哥加高比 沒得擋 MVP22加22 第三場球 1比2 來了 Wan Bam Yama 31分 16個版 第四場球 是1比3 Wan Bam Yama 32分 高比45分 9個版 14個助攻 所以這場Game 5 我們先試一下 喂 Wan Bam Yama 你以為你真的可以10連觀 剛才我跟你說笑 所以這場球打到最後時間 6分07秒 每次下場領先兩分 Wan Bam Yama 33分 12個版 賺奴給你 3次犯規 拿了29分 Tony Parker 只有8分 真的很巨大的挑戰 那邊的話 當哥33分 高比要留意 5次犯規 好了 來到現場 我發現入場 當哥還是寵兒 他是大佬自己控制球 高比企大 這個 這個假人浪的上籃 然後Wan Bam Yama 回忌一個小時 看見 當哥是無限開火拳的 Wan Bam Yama 這邊大蝦勢 直接在頭上射 然後 立即補樽 這個彈速真的快到離譜 現實他好像有個球 也是這樣 那個視頻是做得不錯的 好了 阿賺奴給你分出來 東尼帕加的 3分 不入 大衛羅賓信有板 撿回整個球 給東尼帕加 拋頭 還是不入 大衛羅賓信又有板 再上 還是不入 Wan Bam Yama 再上 還是不入 被假人浪 這個假人浪 都算是這樣 有雙 這個球彈得很高 2米26 Wan Bam Yama 重新開球之後 這個板就真的沒辦法 當然是Steven Jackson 這次進攻 Step Back 中距離 不入 Wan Bam Yama 一早就準備好了 當哥 繼續自己來 哈 真的是寵兒 好了 入場差不多打了4分鐘 高比 才第一次出手 這個3分 是不入的 Steven Jackson 這個全球太冒險 早晨後活 差點偷到 大衛羅賓信 給了Steven Jackson Wild Pen 的機會 手錦冰冷 不入的 Wan Bam Yama 拿不到這個板 最後1分20秒左右 時間 真的 當哥自己拿著球 高比基底角 當哥 飄移3分 都來了 不入的 假人浪 給他一點獎式 對著Wan Bam Yama 自己有輕傷的情況 敢打敢打 真的打得非常好 好了 Smini Craxton 來了 Wan Bam Yama Pose Up 早晨後活 阿姨叔說我頂某順 真的頂某順 好了 Timeout 結束了 喂 一山環有 一山高 木狼這邊上了 羅馬尼亞的中鋒 Mirror-san Wan Bam Yama 你2.26米 他2.3米 Mirror-san的突破 馬上出來 已經是製造殺傷 啊 一山環有 一山高 看看羅馬尼亞中鋒這波 原來 兩波 第一波進了 第二波不進 當然 Mirror-san 這次是對位 Wan Bam Yama 好看 給球給Wan Bam Yama 給他 不要喊喊喊喊 丟 丟 丟 Steven Jackson 你手這麼兵爛 我想看看Mirror-san 其實他們兩個不是對位 好 防守 Mirror-san 這次其實是對位 大力羅賓遜 Mirror-san 先在外 調給高比 第一次看到 主動幫高比設定 戰術 大蝦勢 炮頭命中 結束 14.6秒 所以 木羅這邊要進行犯規 戰術 高比犯規 入場前已經5範 所以就 淘汰 接著來再回 Steven Smith 上線 兩罰全中 三分的分差 最後13.1秒 高比淘汰 112比108 第五場球馬次贏了 總比2比3落後 接著來 Game 6我就無意了 如果有Game 7 我再次判斷 是沒有Game 7 第六場球 Wan Bam Yama 20中7 有點差 Done Parker 9中3 戰鬥比你15中4 三傢伙集體失靈 當然他們兩個現在還比較年輕 總頻比較低 但是Wan Bam Yama 20中7就差點 雖然說有25個藍白 高比是37分 嘩 本身我以為是一帆風順 即是十連貫 當然有點開玩笑 最後是 嘩 2K寵兒 當哥真的覺得是自己大隊 我以為是一帆風順 但是最近兩季不是很順 第七個賽是熱速 上個賽季是高比捷戶 0304賽季 即是第七個賽季 Wan Bam Yama 是第四個MVP 但是零三黃金一代已經到來了 幫詹姆斯最佳新秀 DPOY還是Wan Bam Yama Wan Bam Yama 大隊是54勝28 可能又是小的分區排名 蝕底 最後是分區第四名 東尼帕加已經是88總評 長關是18分 8.2個助攻 然後賺到比利81總評 16.5分 5.9個助攻 是時候了 三連貫之後 有兩個賽季都沒有拿到冠軍 打得不算好的 是不是應該 沒錯 重迴巔峰 哎喲 木狼是0比4 我留意到 哥比是離開了木狼的 阿當哥 阿當哥太霸道了 咦 阿當哥可能傷了 不要理會這麼多 下一回合 8號總指的護人 看看陣容 當家球星 JKid聯手 方忠信 聯手方sir 所以的話 8號總指有原因 4比3 搶7進級 Game7 Wan Bam Yama 30分18個難拔 又是經典 Match Up 風旺性太陽 是不是還是艾霸神 沒錯 還是圖告佬 還是街坊王 艾斯頓 所以的話 我就無意回合 是3比4 Oh My God 3比4 Wan Bam Yama 33分14個版 AI又一次淘汰了 這隊馬刺隊 最後AI奪冠 是不是 沒錯 3比0領先的情況 3比4 JRICH 又是老鷹 DY有沒有這麼快 老鷹 喂 0304 老鷹都已經是2K重2 什麼陣容 看看 什麼回事 噢 Come on man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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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鷹真的是2K重2 0304賽季 都這樣的陣容 沒什麼好說 接到第8個賽季 馬刺是56勝 26負 是西部第二名的戰績 這個賽季 Wan Bam Yama 拿了DPOY 拿不到MVP 為什麼呢 因為數據有下滑 為什麼數據下滑 因為上場時間少了 這個賽季的隱瞞 做得比較差 真的 簽下了很多大前鋒 中鋒的球員 完全沒有必要 上個賽季 忘記跟大家交代幾個情況 大陸羅賓信退休 保雲交易離開了球隊 這個賽季甚至是見不到 Steve Smith和Speedy Claxton 就變得真的有很多假人 東尼帕加A現在是90加 23加10 差到比例是22.3分 Steven Jackson 依然在陣中 都已經是3個賽季 即是沒有奪冠 也沒有去到Final 這個賽季第一回合是4比2 下一回合是6號種子 6號種子的沙城帝王 卡朗普拉 Dong Yeo Marshall 坦白說這個陣容就差一點意思 所以4比2繼續進級 木狼又來了 木狼又來了 高比離開了球隊 接著馬布里 奧當 然後這個Westbrook Mirazan 都還在陣中 所以這次的話 可不可以報仇 之前就是被木狼淘汰 那年奧當拿了FMVP 這樣看勢 充分 3比2 接著馬尼呢 SIM case SIM case SIM case 第七場球 明尼蘇達木狼在主場 沒有事 恭喜聖安東 尼歐馬切 時隔3年重新殺入Vinal 4年還是3年 反應有3個賽季沒有入到Vinal Vinal27分 讚浪給23分 所以Vinal的對手 波士頓菜單 HOLY SHIT AI過了去 AI之前帶隊 淘汰過2次馬尺隊 還有Ray Allen 還有Colee McGuiddy 還有Alduraheam 看過勢 我認為 我以為菜單有機會 Vinal32分 21個版 第二場球 繼續贏 Vinal31分 17個版 第三場 第四個總冠軍 看來要到手 Ram Bam Yama 27分 17個藍版 所以遊戲方 SIM case 100比99 Ram Bam Yama 19分 14個版 現在不是絕境 但是妖刀都照斬亂魔 24分 進入現場 東尼八加這邊 拉開ISO 單打 AI 這次馬尺都OK 傳出Ram Bam Yama 中距離命中 接球之後 衝進內線 才捉到Alduraheam的版規 1 AI入場之後 進攻的次數不少 但是手感冰冷 東尼八加 給到Ram Bam Yama 直接在Valent 頭上 1個鐘距離 繼續堅持 被AI單打 拋入 Ram Bam Yama 很紮實 東尼八加的鐘距離命中 最後1分半鐘 給到Alduraheam 你真的不要挑戰Ram Bam Yama 這個新高牌在這裡 渣路比利 給到東尼八加 沒人打 中距離再中 回過頭 AI這邊 妙傳給到這個假人 Bren 左手上入 但是很快又脫掉了 Steven Jackson的 座津 這場球坦白說 趕入到場合比較輕鬆 所以最後的比分 117-105 聖安東尼有馬遲 4比0 橫掃球賽的人 Ram Bam Yama 剛才扔走 3個賽櫃沒有奪 對他來說好像很難受 要的就是這種氣質 當然FMVP 也是屬於Ram Bam Yama 第4個FMVP Ram Bam Yama 長均29分 19個版 3.3個Broadshot 真的無解 所以八個賽櫃過去了 Ram Bam Yama 4個MVP 4個總冠軍 4個FMVP 還有4個DPOI 4加4加4加4 已經是遠遠超越了騰騰 多數有點離譜 八個賽櫃 他生涯後半段的進程會是如何 還會不會有更多的榮譽 我就留到下一集再慢慢走 慢慢做 多點入場 而且接下來 我應該會安排他打中鋒這個位置 如果可以跟大搖對位的話 應該的比賽都很精彩 OK 今期的視頻就到此結束了 喜歡的朋友 希望多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